那些立法會議員開立法會 其實他們就找助手寫了一些稿 然後就... 主讀而已 主人 主席 今天... 梁美芬議員 都是master 別挑戰我 我真的很尊敬你 今天我建議這個叫什麼精神病 或者什麼關愛隊 你讀而已 好了 省好了 不如這樣 所有立法會議員 說得又貴 你二十萬一個月 我最多這樣 我優化你 你們不用來開會了 只寫稿 你提供稿件就可以了 我們在立法會直播 梁君賢是真的 坐在那裡 接著就拍著螢幕 個個都是AI 就彈梁美芬出來 梁美芬議員 然後鏡頭就... 然後道理發言 主席 今天主人 那份稿輸入了 就用梁美芬的AI公仔讀 接著就省便宜一點 它還好 它不會讀錯字 我們人一定會犯狂 那一定不會留會 不是 有幾樣東西 首先用AI讀 肯定不會讀錯字 你寫了主席就主席 它不會讀主人 我不管你之後回家玩什麼都好 不會說那些什麼 黃國雄議員請你坐下 黃毓民議員 收回你這條招 Apex 那你全部都是機械人 每個人都這麼乖 輪流發言 接著次序 12345678 一說完二就自動站起來 三就說四就說 其實到時主席都省了 時間不會超時 然後不需要關人出去 又不用真人在現場 又不會無緣無故有人說殺無射 無故叫主人 有些叫Honey 接著立法會很準時開 很準時完成 每個人只要立法會議員 即是將那份稿 定時定後要開門的時候 輸入了立法會系統那裡 那些AI就讀出來 那幫你省那麼多時間 不用二十萬個月 十五萬好嗎 幫政府省到錢 整套系統又方便又快捷 反正你都是讀的 到時舉手大家都是舉的 不會反對的 現在九十個立法會議員 你每個省一省 省成過百萬的 過億都有 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可以報很多財委會 或委員會全部出席 因為有內會他們也會有分系 同一時間開都可以 每個會都先開 然後又是梁惠芬議員 旁邊的委員會又是梁惠芬議員 下一個梁惠芬議員有七個一起開 因為其實你輸入稿而已 那為什麼要直播 直播是讓市民認知立法會議員有什麼建議 市民有個認知權 那你又變成了不會說 有時候你看到立法會議員 去擴建 不用擴建 根本不用來現場 即是我們封寺之前提出 春夏秋冬四季議員 現在不用 AI AI議員 有很多錢 其實真的可以 對他們有好處 他們集中多些時間 寫他們的論文、建議 去坐街訪、探訪、精神病康 或者準時 定時開會 根本就不需要 三個都不用買 基本上 其實稿都不用寫 因為現在AI的技術很厲害 我知道也分享過 就是在外國有些人 就用AI這個技術 就幫一隊已經解散了的樂隊 那隊就叫Oasis 解散了 他們用這個AI技術就模擬 他們吃了Oasis 過往可能幾百首歌 吃完之後 他們自己嘔一首新歌出來 但看這首新歌 你聽下去 那個旋律 整個編曲 你真的覺得是Oasis寫的 簡單來說 現在我當Beyond 肥媽之前又抽水 又說有首歌 不知道怎麼寫給他 Beyond 我要弄一首新歌 我就找個AI 吃完Beyond以往所有的作品 然後那個AI 他會根據他的演算 通常他們寫歌 開始會這樣 然後這樣 他們用這些音符 可以吃完 他嘔一首歌出來 你一聽 嘩 這首歌很Beyond 這個技術是做到這樣的 所以其實你過往 立法會議員 全部都做過 都過了十幾年 有很多 文秉娟 我小時候都看他 基本上 這些十幾年的表現 其實都差不多 他們的風格 或者投票 那個意向 全部都是 大概都是這樣 AI都說 這條數字很容易計 通常都是ABC 投票贊成 其實稿都省了 那些AI吃 麥美娟 他說看麥美娟 可能辛苦一點 AI要看麥美娟 這十年來 立法會的表現 吃完他的數據 好了 直接稿都不用寫 麥美娟 大家好 主人 可能他扮他 主人 不是不是 主席 梁美娟 主席 你好 說完之後 好 投票 按以往 通常這些政策 梁美娟議員 都會這麼贊成 OK 贊成 搞定 連稿都省了 直接不用這些議員 其實沒有 因為你每個政黨 都有一個取態 你每個政黨 當有多少個標誌 是給AI的議員 沒有真議員 其實沒有真議員 另外一個好處是什麼 沒有人制裁他們 因為你又去不了美國 去不了英國 但我是叫民建聯AI一號 你怎知道他是誰 甚至他不是真人 總之南韓建聯金界 給你40位 新民黨 有20個位 每人有40個AI 總之你自己選選 你想AI是什麼樣子 一定好像葉劉一樣 葉劉有20個 有得選就不要選葉劉 葉劉漂亮的 太太 20個葉劉 然後看到 20個葉劉都在 有1號2號3號4號 不同衣服 不同髮型 挺好 然後就發言 不斷發言 然後在袁削會議 有5個田北辰 然後有30個梁美芬 60個何議員 俄君堯 齊齊開會 總之你根本 你都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演員 但他又在開會 然後他的建議又幫到政府 又幫到政府舉手 然後外國根本制裁不了力 他都不知道誰才是何議員 根本有沒有何議員 Catch me if you can 對 然後說鬼影蟲蟲 但是那個立法會開會的直播 又很豐富 很準時 不會超時 又不會成功 但又有人發言 又有真人的建議 多好 省了很多東西 很棒 一定是批的 一定是通過的 你批錯了之後 立刻又再開會 然後反對 習慣了 不斷舉手 多好 是不是 這樣就永遠青春常駐 他們的造型 其實都是什麼的 Eternity這件事 其實對於市民都是好的 你想想 發叔原來是沒有死的 發叔原來到現在 都還在有一個AI發叔 那些人就會覺得 新界那幫鄉下都會覺得 多好 發叔是永遠長傳 其實已經香了 但就有一個AI發叔在幫他發聲 多好 其實可以再簡化多一點 你知道科技會越來越進步 他們再簡化多一點 就是學李家超特首所說 他要以結果為目標 其實你的辯論過程都省了 接下來他怎樣呢 一個AI 這個AI就叫做立法會AI 你有一個新的議題 一遞上去 他立刻計算了 過往的民建聯也好 新民黨也好 工黨也好 什麼都好 他已經計算過了 這麼多年來立法會開會 其實大家辯論那些都是浪費時間的 到最後你不要這麼贊成 那不如算了 辯論也省了 就好像check GBT 我們做一個立法會GBT 好了 當然有些議案來了 審議 例如說香港是否要全面禁煙輸入立法會GBT 一按進去通過 可以綠燈了 下一個又輸入了 沒有反對意見 是的 因為他經過他覺得 首先何君堯會這樣說 然後麥美娟會這樣說 郭培凡會這樣說 郭培凡會這樣說 他已經做了這一陣 連辯論也省了 簡直一來就是紅燈和綠燈 然後你下一個議案 下一個想問問 明日大禹 明日大禹 是否通過 通過 通過 有 還省了一些時間 連辯論也省了 一來二結那位目標 立刻跟你說 通過或者不通過 最重要是系統後面那兩個按鈕 是紅燈、綠燈 不要浪費時間 辯論 就像你上網買票 到最後最後這樣構成 最最後的 二結那位目標 不用跟我講辯論 各位市民如果想調查 虛擬議員那些討論的話 有一個PANNAS的 你按下去就可以 不過那些對話都是模擬的 你再按下去看 否則一來就表現結果 是啊 贊成 這些通過得多快 這個部份批不批 叮噹批 行 又下一個部份 整個立法會節省 拿來蓋房子 政府就可以賺錢 那整個流程很快 連得手都可以用AI 都是一樣的 你記得阿超哥那兩句名句 不能等 不能慢 不能慢 通過 搞定了 誰不可以用AI 主席就不可以用AI 因為主席是靈魂 核心所在 你under他那些全部都是聽命於他 都是他的馬仔 所以那些基本上 其實你是什麼都不要緊 因為主席的order 才是那個靈魂的核心 所以主席一定要保留 但是下面那些馬仔 其實都是主席說 主席說 tually is it sure yes 綠燈 這些就可以取締了 真實的議員唯一可以出席的 就是答問大會 沒有真實議員的了 免得暴光 那你手都要來 最結果不能慢 我們現在香港 總之 習主席一定是真人 超過一定是真人 超過也真 對 局長盡量真 立法會議員可以全部是AI 基本上 那些是過程 目標的過程是浮雲 你說完之後 什麼都是禁制 我不需要知道你說什麼 你有沒有新年放過泰稅 一進去泰稅廟 是60個泰稅在那裡 中間是有泰稅老組 年年拜不同的泰稅 放過泰稅就可以 立法會議員有90個 每個都有公仔 每個都曉發聲 是不是真人無所謂 最佳通過 打一個比喻 你追求女兒 本身你對她沒什麼興趣 你對她身體有興趣 你只是想搞她 其實搞完你就算了 打算中出即飛 現在就發明了一個系統 那個系統就是什麼 行了 開玩笑 你說就行了 你說要跟這女兒搞事 你按個按鈕 立刻跟你切斷了追求她的過程 又說要接她 又請吃飯 送東西 不用 一按個按鈕 立刻在床上 對 立刻在床上 就像那部電影 按鈕 我看過按鈕 那部電影就是 不要搞那麼多 我就要做愛的 一按就 在床上 做吧 一飛去 褲子都脫了 已結合我的目標 那就行 沒有了過程 沒有了樂趣 結果 你搞完這條理之後 搞好又尋找了新目標 可以 看到這個 已結合我的目標 又在床上 又搞了 之後 天天就不斷搞 AI飛機杯 對 不留慢 不能等 這個好 這個非常好建議 下班很多錢 你立法會 二十萬一個 九十個多少錢 一千八萬 二十萬一個月薪 是不是一千八萬 一千八萬 一千八萬 一年過億 一年就 十八億 對 一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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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就十五億 他算不算助理 下面的寫稿 還要助理津貼 還要申請 申請很多東西 有個議員說 我喜歡辦公室有兩個大聲音 申請進去的 隨時 起碼九億到十億 這些 不能等 一定要快些 吃 吃 其他 封門